据台媒报道 台当局内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 岛内今年上半年因出生状况不理想 已经提早出现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的情况 截至9月出生人数12.99万人 但是死亡人数达到了13.2万人 总人口减少近2000人 自然增长率已经由正转负 台媒称 如果今年自然增长率确定是负增长 意味着台湾总人口负增长会从2022年提早到2021年 明年将是台湾总人口数的高峰期 约2359.9万人 随后开始逐年的减少 若总生育率持续不到一 最快2050年总人口只剩1984.1万人 超低生育率的背后 是台湾年轻人的恐生巨生的残酷现实 为缓解少子化危机 从多年前开始 台当局就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鼓励生育 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 奖励措施效果不是特别好 有分析认为 台当局各套奖励措施 匆忙的上路 沟通配套都不足 可见对少子化问题欠缺整体的思维 忽视台湾生育率难以提升的原因 是经济教育以及社会环境的崩坏 这些根本问题如果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 再多的现金补助都是枉然